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16日 星期二 今天是年初五 今天應該公眾假期完結 大部分市民需要繼續上班 這節繼續John Connor跟大家說香港的新聞 事源政府防疫 陳肇始出來說話 如果不打針 可能不讓大家去吃飯 意味著 接下來如果要進入 食肆 吃飯 必須要接種 國產疫苗呢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很快就要強行掃這個 健康碼 所謂安心出行 到底何時有可能 將連打疫苗也變成強制性呢 繼續說新聞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黃金二部曲 昨天錄了Patreon的 獨家節目 也說到 我們應該可能會將部分 移民的資訊 例如合作社的資訊 關於英國的資訊 可能會放在Patreon的獨家裏面 換句話說 假如其他想加入 合作社 應該先叫英國互助社 可以獲得裏面的資訊 其實 可能是訂閱Patreon 會在裏面 公佈 我們現在還未定個細節 這個構思還是在構思 因為本來互助社 也是需要一個平台 去發佈 以及需要加入了會員才能夠 獲得裏面的資訊 所以我們正在構思 現在訂閱了Patreon的朋友 可能他們可以優先獲得一部分 英國的資訊 除此之外 當然本台節目 本台節目 依然會 免費開放 絕大部分 以上的措施 最主要就是要反映 加入了Patreon的朋友 要獲得一些優惠 其他朋友記得支持 第二部曲 繼續Youtube 按like Facebook Twitter 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介紹給朋友 痛擊五毛 一樣看到有五毛走出來 希望大家就留言 痛擊五毛 最重要就是繼續看廣告 廣告永遠都是免費 媒體一個重要的 經濟支柱 也是所謂免費模式 就是令到 核閱讀者以及聽眾 不需要付費的最好方法 希望大家就點擊多些藍絲或政府的廣告 千萬不要客氣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我們的後備頻道有好消息 後備頻道已經 應該已經可以進入獲利模式了 換句話說 後備頻道也是可以賣廣告 希望大家就繼續支持星期二日報 以及星期二得道 兩台同報 先講講新聞內容 事源跟疫苗 接種疫苗有關 陳肇始就上去 商台的節目 大家也知道 現在的疫苗 就是還未到貨的 其實 香港政府這班傭官 已經開始 用盡各種方法 硬銷疫苗 極度不合格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 上去商台接受訪問的時候 竟然說 其後就有可能將 要接種武漢 肺炎的疫苗 擺放進去 變成 必須的條件之一 作為市民 出外吃飯 走入食肆 列為其中一個要件 情況比健康碼更加離譜 假如 如果不打針 代表 沒有接種的市民就不能進入 食肆吃飯 甚至乎會除了食肆之外 甚至乎還有可能進一步限制 可能連去 戲院或其他 例如商場這些公眾地方都可能會受到限制 但是同一時間衛生防護中心的總監林建文就說 其實 接不接種疫苗呢 打不打針 根本就是市民 自願的行為 這件事我們絕對是同意的 這個世界從來都不存在 因為就是要 抗疫 就是無限授權 一個地方的政府 強制市民要做A做B做C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項 尤其是 一個根本沒有民主授權 政府更加危險 以防疫為名 不斷抗權 不斷限制市民應有的自由 接種疫苗 很明顯就應該由市民 自己決定到底是接種 還是不接種 本身因為防疫 被強制隔離其實就已經 是一種剝削人民自由的一種很嚴重的行為 這件事 香港政府一直 不斷地在做 香港政府對於剝削市民的權利 打壓市民 是樂此不疲 另一個要點 當然就是因為疫苗到底其實有多大成效 這件事根本還是誠意 因為現在似乎關於 疫苗的成效的數據還未能夠整理出來 所以 到底疫苗 其實對現在現階段擁有的疫苗 對於 所謂防疫 以及防新型變種的 病毒 到底有多大成效呢 一切都不明 就倒一副白頭片 叫市民 必須要接種疫苗 而且那些疫苗可能是國產疫苗 整件事是越來越過份 基本上是有恥無恐 食物及衛生局晚上回覆記者的查詢 暫時還未會 加緊防疫措施 暫時也不會 將強制接種疫苗列入 出入食肆的必要條件 一貫的官式回答 只是說政府會繼續 密切監視疫情的發展 以及根據世衛組織的相關指引 換句話說 就是說官康廢話 如果你根據世衛的標準 世衛從來都沒有可能 建議全世界要強制接種疫苗 你想想也知道 世界衛生組織 這個世界 有很多地方 根本 其實就是沒有能力 購買那麼多的疫苗 所以大陸一直想 第一個時間 做起疫苗 然後就向那些買不起疫苗的國家輸出疫苗 將自己原本 原本就是這個病毒 的源頭這件事 搖身一變 華麗轉身 然後就變成了我是拯救萬民的救世主 這個一直 就是大陸在疫情爆發之後想做的劇本 無恥的香港政府和無恥的香港九官就是一直 都想配合劇本 要領工 我們不難看到香港在每一個方面 先不要說黑警 警察 警暴 每一個方面 香港也是跟大陸靠攏 然後每一樣東西就是以 一些明目去剝削自由 我們也看到全球 其實外資就在暗地裏撤離 跨國企業辦事處盡量都搬離 搬離開香港 整體來說 香港的局勢 如果用大勢去看 根本 就是一個在抽離的狀態 今天也有調查指出 全世界最悲觀 的地方 香港排第二 竟然意大利排第一 悲觀情緒 可能意大利人因為疫情 更加悲觀 實際上香港 竟然悲觀指數 可以排行全世界第二 一個這樣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 可以回復過來呢 是不是真的過幾年 然後大家當沒事發生 大陸 首先大陸的經濟已經充滿問題 大陸的經濟是不是短短幾年就可以回復 再來資金爆棚 落香港的所謂數貨呢 以上的種種問題 非常之令人 疑惑 再加上疫情很明顯 現在已經跟舊SARS相比 已經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處理的事了 全世界 疫情不斷累積上去 疫苗似乎對疫情 沒有好轉 這次的武漢肺炎疫情似乎 將會 的時間 要處理的時間 遠遠比上一次的SARS要長很多 由此可見 我們無論是所謂經濟信心 各方面的信心 都是對 香港 現在這個地方 投下不信任的一票 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